大家經歷過每天半夜就激烈的搖晃 心中一定非常的恐懼 也在想說這樣的日子到底要過多久 其實我們921那一年 就是只有1999年 921發生了 以後到年底大概是100天 那這一百天裡面 它那個釋放的能量是100顆原子彈 是100顆原子彈 那它那個921本身規模比較大 它那個7.3就是46顆原子彈 那在一個禮拜之內 它有發生三起規模6.8的餘震 所以那個每一個規模6.8是8顆 就8.324 所以那個921當年 是釋放了100顆的原子彈 那今年 今年那個主震是比較小一點 7.2 7.2相當於32顆原子彈 所以那個 應該是不會釋放到那個100顆原子彈那麼多 其實我也分析過 那個4月3號那一天 那個釋放的能量 大概就有39顆 就有39顆原子彈的能量的釋放 然後它從那個4月3號以後 一直到那個4月20號 它雖然餘震看起來是蠻多的 可是它的那個規模都不到5.5 那我通常規模不到5.5的 我都不予計算 因為你1000個規模3的 只等於一個規模5的 那1000個規模4的 只等於一個規模6的 所以你說餘震幾千次 那個其實並不是很重要 你真正的要看能量到底釋放了多少 昨天它有一個6.1 那6.1的話 它釋放的那個能量是 0.707顆原子彈 那接著就是有一個5.8的 那5.8的話 它釋放的是0.25顆原子彈 那從4月21號到今天 大概總計大概釋放了6顆原子彈的這個能量 其實能量有穩定在釋放總是好的 就是說今天又放了1顆原子彈的那個能量 921的時候我們的那個活躍期大概是三個月 其實三個月就已經很長了 那個三個月 然後到那個2000年的時候規模6以上的地震 好像就只掉到兩三個 就是說921的時候規模6以上的地震有十幾個 根據921的經驗來推估的話 是比較沒有那麼悲觀 不過其實大自然要教我們的功課很多 那個我們也不能說921是這樣子 未來就是這樣子 這次還好啦 不過布里多拉啦 這次也有布里多拉啦 還沒啦 還沒啦 有了啦 開始啦 有了人去找啦 你 有沒有看 是要找出你了 對啊 我已經走出去了 他會怕你 我怕這個人 這些人都不怕你看 都抓到 還是要齁 要30秒了耶 然後9秒 31秒了耶 你看這些人都不怕 你看大翁坐在那裡 不然是啊 這個大樓 這個大樓 真的啊 大樓 早上都放在頭上下去了 怕就怕死了 我已經不知道 欸50秒了耶 我已經不知道 跑多幾天了 這個油 對啊 這個油比較久 這有什麼這個油比較久 要一分鐘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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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家都老神 在在在 都沒有背起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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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一棟倒的,不知道是哪一棟 這個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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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桶帥大樓整個垮掉了 又在搖了 桶帥大樓,在四三大地震後,就已經貼紅單 早已排店要拆除,不料還來不及拆 今天凌晨再度狂震,不堪平凡的餘震影響 導致大樓軟腳崩塌,大半夜發出巨大聲響 附近住戶下的出門查看,根本無法睡 對啊 2點半多的時候,大概2點33分 我們島的廚房就都被我們 東西都震倒壞掉了 你看那個H工本來是撐的,應該是當他震倒的 有啦,警察說剛剛倒的 被貼紅單的時候,我們全部的租屋都已經撐了 所以避險都是沒有人傷亡 余鎮不斷,花蓮市長也到現場視察 那現在還是余鎮請大家要多多小心點 有跟幾個社區的主委講,請他們要多多注意一下 花蓮縣長徐真衛也趕赴現場勘災 並且在勘災後,隨機於凌晨5點30分 宣布花蓮縣停班停課 對於這破千起余鎮 中央氣象術地震側報中心主任吳建復表示 目前研判仍屬於0403規模7.2強震的余鎮序列 而且余鎮仍會持續提醒民眾提高警覺 不要靠近傾斜大樓及其他倒塌危險建築物 尤其這幾天又有封面抵達,容易下雨 如果沒有必要,切勿前往山區活動 從4月3號的主震到現在 已經超過1100多個雨震了 那山區的土石相當的鬆軟 然後加上如果雨震還有雨的一個效果 可能會造成一些弱死貪方 所以民眾在用路上面要注意相關的安全 那地震的一個發展,一個規模7.2的地震 它不會就短期間就會透過一些雨震就做釋放 我們根據921的經驗 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雨震 隨時都有可能再發生 當然越後面它的雨震的一個規模大小就會慢慢的縮小 但是還是有一些比較大的一個事件來發生 所以提醒民眾還是要做好相關的一個防震的一個措施 不要輕信相關的一些網路謠言什麼時候會有大地震 你與其去聽這些謠言 然後每天擔心受怕 你還不如把這些時間拿來做相關的一個防震應變的一個準備 保護好你自己的一個生命安全 然後後續我們才能再做其他的一個處置 統帥大了我整個垮掉了 幹 又在搖了